那下面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刚才说了 标准化很重要是吧 至少我们在交购的 我们在交易的时候 我们什么也不问 只问什么 只问价格就好了 我们不用谈判别的是吧 如果我们交购黄金 是吧 李淑阳给我一个黄金 我说这是不是三个酒 四个酒咬一咬 是吧 那我们说实际上 在这个标准化的过程里面 它是要对某一些东西标准化 这个标准化都写在什么地方呢 都写在我们的期货合约文本上面 那我们下面就给大家 用版书说一下 你想一下啊 你想象一下 那个如果让你签一个标准化合约的话 你觉得这个合同上有什么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合约文本 你来给我想 对吧 让你去弄合同了 这个合同叫标准合同文本 你觉得打个比方 如果就是黄金期货 你准备怎么设计这个单子 是吧 这上面有啥呀 我们把它称之为合约文本 你想一想 不用烦 你想一想它应该有什么 对同学很重要 首先是what 是吧 什么玩意儿 你这到底是什么东东啊 是吧 我们说一定要有这个 underline 资产 再来了 问一个问题呢 这个underline asset 是不是一定要是真实的 同学说老师 你说过不一定是真实的 指数就不是真实的 同学说 那个指数 是因为本身指数 它就是一个虚拟金融工具 那如果说现在标底是一个棒的 国战 说完了 我现在问你了 这个棒呢 是不是非要有这个券 心理学没学好哈 你觉得我这么问 应该是什么答案 对 就是它里面有真券 也有 假券 大家看没看 原来有个图 说上面一溜都是雪碧是吧 完了混了一个什么 混了一个茄子 你猛一看 像宋老师眼神不好的 一看一堆 雪碧 其实那个不是雪碧 它混在里面的是吧 那我们说了 如果它的 那个 别的也一样哈 如果它这里面 当债券比较明显啊 就是它既是 可以是一个真实的债 也可以是一个虚拟券 明白吗 都可以啊 所以你不要被它诱惑 只是说它 是真实券的情况比较多 那为什么我们放了那么多 真实的债券不用 我们要用虚拟券呢 那我们当然是有目的了 是吧 那我们这个 在留在以后再给大家揭晓啊 但是现在你要有这个概念哈 还有第二个是什么 等于能想到的 什么数量 现在 现在 头寸是说等到买的时候 现在说的这张单子有多大 明白吗 就单子里面有什么 嗯 嗯 我问你这里面会不会有价格 不会 因为价格是在厂内 我们那个 对不对 交易出来 是吧 所以肯定没有 是吧 但是你还记不记得说 我们刚才说有一个 certain price 还有一个certain什么 time 我们说期货 它不是现货 它是未来的什么什么东西 我们说未来有很多个certain times 是不是啊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合约挺复杂的 它是有一张合约 还是很多张合约 很多张 是吧 那我们把它称之为什么 叫合约 月份啊 那我给你编一个啊 如果编一个 201601 这个有这个期货吗 如果有 它已经消失了 明白吗 什么叫期货啊 从你三月份以后吧 是不是 我们把它称之为合约月份 那大家可以想见 如果一个 那个期货的合约非常多 取决于它挂多少 合约月份 是吧 那我们说全球各个市场的情况 都不一样 老美挂的和欧洲人挂的也不一样 那我们内地也挂的不一样 它都跟那个各国的这个 文化呀 习惯呀 都很有关系 是吧 那如果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想想我们在挂的时候 你觉得哪个月份最不可能出现 可能说二月份 其实咱们不敢说二月份 所有的合约上面都会说了 一到十二月份春节月份除外 明白吗 基本上是这样的啊 当然老美他们比较喜欢怎么挂 三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是吧 完了三月呢 因为就是那个最近的这个月 当前纪月 假如我们现在是三月 他会挂当前纪月随后的四月五月 六月这样的 完了再是九月十二月 还有来年的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 明白吗 他有的合约单子高达几十个合约 这个是这个 那第三个也很重要的 我们刚才说了 说这个一张单子 我上次让你们做的那 咱们班没有问 那选修的问 说老师是不是就玩这一张 我说一张还不够你玩的吗 是吧 民意本金一百万了 那我们说同样的 如果你交易的这个 合约最少就交易一张单 那不能说啃半张吧 是吧 那我们说那叫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对我们说叫合约大小 那我问你这个合约大小 是不是可以随意搞啊 不能为什么呢 对如果你是黄金 你的标的是十克 一百克 一千克 一万克 一不一样 不一样 是吧 那即使加杠杆 可能宋老师只能玩十克的 结果到市场上一看 这黄金期货合约好黑呀 都是一千克起的 是吧 那没钱的就莫玩了 明白吗 就是类似于这样 所以我们说合约大小 它是用来限制多少投机者 或者套利者 或者套利保值者 当然淘宝都会比较有钱 是吧 他可能就会在意这个合约的 这个 那我们说如果这个合约总是很大的 那他必然这个交易者就少 所以我们说了 在有一些交易所 他会发现 原来这个合约的人 太少的时候怎么办呢 那我们索心就开一个 是不是像 疯狂动物城是 开个小门呗 让他走是吧 那大门给那熊啊什么走 是吧 我们就开一个 都有标普500和道琼斯 都有mini size的 那个指数期货 如果你啃不动那大的 你可以啃那种 很小的 那还有些什么东西 我们说交易所是很有规矩的 就像上课9点钟开始 你都不能迟到了 对不对 那我们说实际上 它是有严格的交易时间的 是吧 每周一到周五 是不是 那叫什么东西啊 Trading 大家发现美国交易所 他还告诉你 不管是周一到周五 几点到几点 是吧 而且他会告诉你 我们是芝加哥时间 是吧 中部时间 东部时间 西部时间 都不一样 明白吗 是吧 甚至你会发现前段时间 你的美国的什么同学都会告诉你 原来他美金进入到夏令史了 他的时差可能就从14小时变成了15小时给你 对 往后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交易时间 一定要看清楚了 这是不太一样的 那除了交易时间之后 我们说了 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不是说 每个月多少段时间交易 那到什么时候 就进到他那个合约的交割月份的时候 就怎么样呢 就不让你交 那个什么 不让你交易了 对吧 你要再还不出来的话 你就等着交割吧 明白吗 所以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最后通牒 叫最后交易 最后交易日 如果过了最后交易日 你还没有平的话 那你就等着履约吧 明白吗 还记不记得咱们讲的那个活牛期货没平 那就把牛领回去吧 对吧 交钱吧 是吧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那还要一个 我们刚才同学都提到了 这个交割的问题 给钱还真的好办了 如果是食物交割的话 真的很麻烦 大家可以想一下 食物交割会有什么问题 就是在哪儿交割呀 是不是 同学是很 是不是放学后校门口叫我来给你50吨大豆啊 是不是 不是这样的 我们说了 交易所 是有指定交割仓库的 是吧 而且我跟大家说 你也不要那个什么觉得好笑 一般情况下他也不会给你真的拉过来 他给你个提货单子 如果你买的话 明白吗 你把钱打过来 完了我把那个提货单给你 那个提货单都是在交割仓库验货 就是入库的 而且应该保证你的这个是什么东西 所以就是说这个交割仓库的这个交割品都被什么被验货了是吧 另外我们说还有一个就是说 另外我们说还有一个就是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把它称之为交割标准 刚才不是说黄金是多少个九啊 三个九四个九是不是 就是如果是小麦啊 我记得非常清楚 咱们内地的那个小麦叫二级硬东小麦 就是他他就选的标准品就二级啊 如果你要三级那那你就折折折架是吧 一级你就什么生水 明白吗 就类似于这样的啊 那海底是硬小麦 我也不知道硬的和软的 但是东小麦我们知道 因为东小麦和那个小麦是不一样的啊 如果不符合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生贴水明白吗 当然注意啊 如果他不是在交割品里面是不能生贴水的 明白 如果我说了有很多的转基因大豆 我跑到那个大连商品交易所交割 对吧 我我愿意贴水 转基因大豆很便宜啊 比那个非转基因大豆便宜 能不能交割 不能 因为那个合约 他不允许转基因大豆当成 这个交割品的替代品 就是他 不在备胎里啊 没有资格当备胎 折价也不行啊 嗯 对 就是这样的啊 那大家还能够想到什么 还有一个我们就是说 为了使得交割非常便利 我们有两种交割方式 一种就是集中交割 在最后交易日之后就进入交割 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进入交割的月 我们月初 你就可以开始申报了 是吧 完了他就可以说 谁他们就就不想不想出来了 那我我想买我想卖 完了交就就交易者 就给我做一个所谓的 对交割配对 对吧 江英杰一会儿就跟甲雨坤 一个买一个卖 完了定好以后 就谁收钱 谁交货 对吧 就类似于这样的 我们把它称之为 叫做交割配对 这个是通过你的那个代理商 发出交割那个要求的 这个 但是不是所有的交易所就这样 我们把这种交割 就在月初的称之为分散交割 如果是交易日之后的 那水平比较高的那些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集中交割 大家说还哪种好一些啊 分散好一些 分散能够保证在整个月的时候 你都有这个配对的机会啊 那还有什么 我们说刚才同学被我误导了 说没有价格 对吧 但没有价格有什么呀 有价格限制 对价格限制 等一会儿 有什么 我们说是有报价单位的啊 就是说我们说 内地我们报黄金 肯定是人民币元 美克是吧 那美国呢 报什么 多少 多少美元一盎司 明白吗 如果我们报大豆 就报多少元一吨 是吧 那美国报玉米呢 就报多少美元 什么push 他们的那个什么单位 是吧 如果是油呢 那它报多少美元 一桶 是吧 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大家会发现 报价这个也不一样 是吧 那由于有了这个报价单位 也有了合约的大小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有一个 所谓的叫做最小 最小价格变动 我就不写了 就是最小价格变动 就是你一张单子 动一下多少钱 到时候大家都可以自己算一下 最后一个才 不是最后一个 接下来一个才是刚才同学说的 在有些国家我们是采取价格限制的 我们把它称之为涨跌停板 那我要问你了 这个涨跌停板制度 它的那个涨跌的标准是什么 标准是什么 对同学说前一日收盘价 对吧 因为你被股票市场这个洗脑很长时间了 是吧 我们说在期货市场 我们的价格限制 是以前一日的结算价为准 来计算这个价格限制 那我问你这个价格限制 有没有变化呀 就是不是我规定了10%上下 就一定是10%啊 不是的 交易所是有选择的权利的 它可以调是吧 如果发现这段时间太厉害了 那我可能就把它调到7% 上下7% 或者怎么样 都会有 甚至大家会发现 在进入到交割月份的时候 它也会去调这个价格的这个限制 那大家可以感到交割月份 一旦进入到交割月份 证监会也好 交易所也好 对这个合约是高度监控的 这是我们所说的价格限制 大家还能想到什么 你觉得这单子上还会有什么 完了以后你看看 我们真的看一个单子 你看看你想的和它有什么差别 有东西说我已经想不出来了 你觉得还会有什么 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它应该在哪 就是交割我们刚才说了 但是我们没有说它在哪交易 所以实际上很重要的一个就是 你这东西到底在哪挂牌啊 对不对我们说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就是有那个交易所啊 大家注意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哎那不就在唯一的一个交易所 是不是啊 不一定要因为大家会发现 有些合约人家可能在若干个交易所 都挂牌明白吗 是这样的哈 甚至还记不记得我们说什么 头条的时候有很多交易所合并 你会发现可能我在欧洲那个 什么交易所下个单子 我可以在纽交所平仓都有可能 是吧 它是现在这个交易所打通的非常的厉害 所以要小心它到底有哪几个交易所 啊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就说现在是什么东西 不都给你弄个什么 什么码吗 是吧 代码 那我们说就是一定会要有一个交易代码啊 代码也很重要 我不知道同学里面是不是有炒股比较厉害的 我不清楚啊 你知道所有的交易员第一个功夫是什么 不是说什么做分析拉倒吧 是吧 第一个就是被代码 真的 你不要小瞧 因为很多交易所面试的时候 那个还有很多基金公司面试啊 面试超判所的第一个就是你能背多少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那就干不了这活了 特别枯燥 但是就从这起家的 还有什么 是不是刚才我们落掉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说不是把那个投机者骗进来的那个制度叫什么 叫对冲平朝外加加杠杆 是吧 给两个填头他们进来了 是不是 那到底怎么收啊 你那个给我多少杠杆啊 是不是 那我们是不是在这里面 他一定会有一个保证金的标准 是吧 我们说了 他也会有 那大家会发现保证金的标准 也是随着那个合约的进展不一样的 一般情况下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进到交割月份的时候 保证金会提 虽然他每天跟你算账 但是他还很害怕 明白吗 假如说到交割月份了 你原来是7%啊 对不起了啊 你你你老不走 我就害怕你了 是吧 那我交到4% 都还还有几天了啊 那就20%了 反正就是逼得你在 如果你要交个的话 差不多那保证金也都交到了 该掏掏的那个钱的地方了 是吧 当然有的同学说 那老师呢 那出钱的人出 那那那那那对吧 他是买方卖方嘛 对不对 那卖方他收钱 买方那个什么 是卖方交钱 买方是交什么啊 货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是没有货 你就拿着保证金 你就可以去什么 买 明白吗 就是总之一句话 你你你 你不不管是 你不是来买货的 你还来卖货的 你手里都得有东西 这个东西就被保证金 这越来越给你限制住了 是吧 这是我们的 啊 当然我们说交易所 也不白干活 交易所还要收什么 手续费呢 啊 那我们就不说了啊 当然你你的代理商 还要收什么 收佣金啊 我记得那个股债之后 不是 护身三百什么 瑕疵大者 为国背锅嘛 是吧 完了 后来那我一看 原来保证一笔 是五十块钱 是吧 后来那会还没有限制投寸 后来就就 就不断增加手续费 后来我发现 我要再频繁操作 我挣了那点钱 还不够交手续费的 我就不玩了 是吧 他等到他一天限制 呃 开啊 平啊 加上以后 那个 全部加起来 不到十手的 他不允许超十手 那我就不玩了 是吧 那就只能这样了 就是他那个手续费 也是会随时的变化 调整的 啊 啊 这是我们给大家 简单的说 其实一会儿你可以想 没准还要漏掉的 东西 啊 好 那我们 这个是给大家 呃 用一点点时间 把它从逻辑上理一下 它作为一个市场机制 它应该有什么 还有呢 它作为一个标准化 的合约文本 应该有些什么要素 把它称之为合约条款 啊 这个呃 不管它是美国市场 还是内地市场 一会儿我们都可以 可以看到它 哈 呃 那这里面最重要的 我们说就是这个标底 资产了 刚才我们说 它可以是真实的 也可以是 哎 虚拟的 啊 当然 大家都很担心了 说是 哎 那它是不是应该是一个 异于标准化的 标底资产啊 是吧 那我们说现代期货 发展到今天 你会发现 你能想象到的 和想象不到的 很多很多东西 都可以被标准化 是吧 我们现在说是 活牛怎么标准化 人家已经标准化了 是吧 冰橙汁怎么标准化 也标准化了 鸡蛋怎么标准化 也已经标准化了 是吧 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 就你觉得不可能标准化的 都标准化了啊 产品还在不断的增加啊 下面我们就给大家 过一下哈 就是 这个我们之前都见过了哈 那两个牢牢记住啊 CBOT和CM已经合掉了哈 合约文本远远不止这些东西 但这个是最最重要的 对吧 这是什么 对 你就想一想啊 狼在后面捏你是什么感觉 就是这个啊 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啊 当然我自己没没有那个尝过这个 因为我在玩股指期货的时候 我都是当天开当天 评啊 反正赢啊亏啊 只有在你有吃仓头寸的时候 他才会跟你算账 就等他还跟我算账之前 我已经 跑掉了是吧 反正赚了我也认了 评了我也认了 还是金融的 他都是T加 零 对了 这是我们的什么 我们说保证金的目的是什么 保证金的目的是一方面给了你杠杆 一方面又担心你违约 是吧 那我们就要对你保证金进行什么啊 跟踪结算了啊 但是注意啊 即使有保证金当市场呈现大涨大跌的时候 其实也来不及 就是他日内就亏完了 明白吗 还没等收盘 来不及算账的时候 那那会儿你说 那你就有谁来承担了 交易所了是吧 其实也挺吓人的啊 这一会儿我们再讲 这都是之前大家都见过的一些啊 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打开来啊 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像美国的这个比较经典的一个合约 大家都反反复复见到了 就是单子不能太大 多少 来一百盎司 那刚才我都说了 黄金清货我们内地的多少克 听了就记得心里多少克 一千克啊 看看我记得对不对啊 完了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讲 到底是交易所怎么跟你算钱的 是吧 他会有一个保证金账号啊 完了他每天每天都会给你算盈亏 完了告诉你 什么什么情况下 你就该来补保证金了啊 他会有一个保证金账号啊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